乐网记者发自巴黎 巴黎当地时间6月3日 2023年 法国网球公开赛将进入到第七比赛日的争夺 女单上半区与男单下半区第三轮开打 引人关注的两位中国球员王新宇 与张之珍将在两大中心球场亮相 菲利普下DI球场 17点45分开始莱巴金纳vs托莫 夺冠热门莱巴金纳前两轮比赛一盘未丢 先后淘汰弗鲁维尔托娃与诺斯科娃两位捷克球员 反往前的热身赛中 莱巴金纳在罗马夺得生涯首作红土WTA一千赛冠军 托莫前两轮同样一盘未失 分别击败布雷尔与马尔蒂奇 两位球员有过一次交手 2021年迈阿密战托莫2比1获胜 鲁内VS奥利维里6号种子 鲁内首轮3比1击败尤班克斯 次轮收到孟菲尔斯的退赛里 连续两年继身法网32强 去年他在这里打入四分之一决赛 奥利维里从资格赛起连胜5场 这是他首次打进大满关第三轮 王兴渝VS斯瓦泰克本届法网赛场 王兴渝成为走得最远的中国女单球员 前两轮分别击败31号种子 布兹科娃与瑞典选手佩特森 从而首次打进大满关32强 本轮他将挑战世界第一肩未免冠军斯瓦泰克 波兰人前两轮展现出极佳的竞技状态 以相同的比分6比6分之4比0 淘汰布克沙与刘靖文 作为同龄球员 王兴渝与斯瓦泰克在2018年 温网青少年组女单半决赛中有过交手 当时斯瓦泰克以7比7分之5比6获胜 并最终夺冠 转入职业赛场后 王兴渝与世界前十有过两次对话 还未取得过胜利 自卫列夫vs迪亚福前两轮比赛 自卫列夫均以3比0过关 分别战胜哈里斯与摩尔坎 去年德国人打进4强 最终在半决赛中崴角中途退赛 无缘争冠战 迪亚福前两轮分别战胜 克拉吉诺维奇与卡拉采夫 双方此前有过7次交手 自卫列夫6胜一副领先 本场是首次红土交手 苏珊朗格伦球场17点开始 张之珍vs鲁德连胜良长 取得个人重大突破后 张之珍成为首位在法网 第二位在大满关赛场 打进32强的中国大陆男球员 红土赛季 他还在马德里成为第一位 打进大师赛8强的中国大陆球员 本轮挑战去年亚军4号种子鲁德 鲁德本赛季状态平平 大赛仅在罗马战打进4强 此外挪威人在埃斯托里尔 拿到赛季收官 对张之珍来说 如果本场获胜 他将成为第一位 打进大满关16强的 中国大陆男球员 此前在与世界前十的三次交手中 张之珍收获一扇二辅 安德列娃VS高福福里茨 VS塞伦德罗达尼 洛维奇VS贾巴尔西蒙尼马蒂厄球场 17点开始 维尔德VS西钢梁任亚利 珊德洛瓦 VS马亚安德莱斯库 VS特苏伦科 阿尔特梅尔 VS迪米特洛夫 13号场第三场 预计20点张帅多迪格 VS马托斯斯蒂芬妮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